高雄前鎮有一間 連鎖飲料店的門口 被人家看到停了一台貨車 這個貨車車身 剛好擋住了店家的出入口 看起來就是故意的 那麼車上還綁了 相當醒目的布條 說惡房客侵佔 怎麼回事呢 好 附近居民就講了 這個飲料店的老闆 是跟房東租房子的 但是後來房東說 我要把房子賣掉了 飲料店的老闆 就以找不到新店面當藉口 不搬就是不搬 讓房東相當困擾 藍色貨車綁著布條大大的 二房客侵佔房屋 不還行目掛在車側 車頭還有另外一幅 道德良心何在 白名抗議的貨車 停在知名連鎖冷飲店的門口 客人要進出 得鑽車縫 連廠商要卸貨 也得繞過去 因此來討論 街頭巷尾都知道 這裡發生的冷飲店業者 和房東有糾紛 貨車停的位置 長長的車身剛好跟店面的寬度差不多 停在門口出爐和進貨都橫卡 因為這道路並沒有紅線 停貨車並沒有違法 即使店家覺得困擾 也沒有辦法要求挪動 中間一直跟他交涉過 我們賣了 然後我們經理三個月搬走 我們也寫過純正信譚 認定這樣是一個不定期 租倫契約的關係 以後他就一直表著這一點 放手 秀出了對話記錄 前房東的女兒表示 從去年11月開始 爸爸透過了手機資料 告知飲料店房客 房子賣人了 要儘快搬家 已經租了20多年的冷飲店 以溢價買屋 臨時找不到店面等理由 說無法搬走 前我們的訴求也只是請他搬一千賬 前屋主拿出了契約書說 雙方在去年6月就已經沒有續約 爸爸從11月就跟新買主簽約賣屋 訊息告知了房客之後 12月飲料店提出抗議說太衝促 持續要付租金 前屋主原本要在今年的2月交屋 飲料店房客不搬 200萬的尾款新屋主壓著 直到了4月 前屋主找來了律師提訴訟 半年來飲料店還是持續做生意 被指控遲遲不搬的飲料店 員工表示不清楚狀況不回應 主要簽約的房客劉小姐 並沒有出面 前房東在中秋節過世 接手的女兒心疼爸爸飽受困擾 請來的貨車在門口表達訴求 提起法律訴訟 就希望問題可以早日解決 三地新聞胡錫進榮高雄報導